肚子真的是太痛了 走起来好痛苦 这个小破地 热死我了 不想去走步了 Caminol de Santiago 第7天 不知不觉已经在路上走了一个礼拜了 大家可能觉得如果要走这个全程的话 30几天 好漫长 其实时间过得很快 早上基本上6点起床 今天是7点出门嘛 你就一路走一路会遇到人 一路跟不同的人聊天 哗啦哗啦哗啦 一天就走完了 最晚3 4点 就到达住宿的地方 洗个澡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 然后就晚上了 再剪剪片子 就可以睡觉了 每一天就是这样的模式 感谢观看 我们的白测 中午 蜂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到今天的第一个小村叫桑胜日 这满树都是桑胜了 但是摘不到太高了 看这个好像是苹果吧 还是小宝宝的绵密瘦 这个还有独花狗 所以如果你们是七八月份来的话 这些水果应该都熟了 就可以一路走一路吃 我现在还是早上走的比较舒服 我现在才9点 太阳晒在身上已经稍微开始有点烫了 但早上刚出门的时候 就是说健康 凉凉的爽爽的很舒服 我今天整个人不是很舒服 这条我原本以为简单无别路 走起来并没有那么轻松 明日高强度的行走 严重不足的睡眠 浑身的疼痛但重重原因 让我每天都在承受 比前一天更加痛苦的肉体折磨 这一路上水呢 按理来说都是可以喝的 如果大家你们真的是肠胃比较焦脆的话 还是可以来看看水 感觉每一天都在教堂终身里面度过的 在哪儿呢 不知道 在哪儿呢 一直没命 好 好 和大部分人一样 走在路上我从来不知道今天会在哪儿斜角 想什么时候停下都行 反正背包里就有我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当你拥有的越少 自由似乎就越是拖手可得 一个在欧洲的小知识 很多墓地附近 肯定就是会有水源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来看墓地的人 他们需要这些水去浇墓地里面画 所以如果大家是在欧洲自行车骑行 或者是徒步旅行的话 你们需要用水找墓地肯定有 我这一天下来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早上大概6点45到8点之间 这段时间出发人是最多的 然后你刚开始走的时候 会不断地遇到很多人 我走到哪儿碰到一个人 那我跟他聊会儿天 然后等我停下来拍照的时候 他就继续走 然后我再继续走 会碰到别人 又跟他们聊会儿天 就是一天可以轮个十几轮这样 不用老是跟同一个人待在一起 当然了你必须得喜欢聊天 就跟陌生人拔拉拔拉 我爸就特别能拔拉 就是我这几天用中文 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四种语言全用上了 然后像我这样老是停下来 走来走去录像 然后就会慢慢拖到后面去了 然后你看这样 前面后面一个人都看不到 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潮生之路 好像感觉是一条人满为患的路向 你知道错了开那个高峰期 你有时候可能走几个小时都遇不到人 前天遇到那个墨西哥小哥跟我说 他有一天中午十二点才出发 真的就是一个人都没有看到 还觉得还挺孤独的 今天是我在路上第七天 这路上风景变化感觉还是挺明显的 比如说刚开始翻越那个迪勒斯山 那边还是觉得青山绿水的感觉 然后前三天吧 你还会间隔的穿越一些小树林 在河边走 就那种有树荫的地方很多 大多数地方都是被遮盖住的 然后从昨天开始 就更多是比较干涸的地形 你看这边植被也是以耐水植被为主 橄榄树多得很 就这些需要很多阳光的植物 然后这边明显感觉到太晒了 树荫很少 如果你是更夏天 七八月来的话热得够呛 树荫终于有树荫了 看这棵树上被大家绑上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搞得上一棵许愿树上 不仅有各种彩带 还有什么橡皮筋发卡 你晾衣服的雅子 太有创意了 就是手头有什么挂什么 很多人以为一定要身强力壮 才能去走超身之路 不过在这条路上 我遇到的更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 比如这对来自爱尔兰的夫妻 他们已经快七十岁了 照样在烈日下 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着 是一个挑战 对吧 是一个挑战 是一个挑战 对我们的老年人 是一个好凶状 是一个挑战 选择 是一个游戏的景色 在国家里 和食物 和饭 当然 你会选择人家,一点静静静 所以每年你会做一部分的 Camino? 那是想法吗? 那是想法 他们跟我说,年龄并不见得是你追求梦想的绊脚石 而缺乏勇气和决心,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11点10分,人已经上了一段年了 天哪,真的好热,风吹过来,都是烫的 看远处都有那种热浪波浪状的 太晒了 我觉得我这次应该搞件长袖美冰多羊毛的衣服的 薄薄长袖不晒,太阳晒,晒身上还是疼 身疼,然后还会晒出一个袖子,愁死 这个药呢,是我到了法国之后才发现的 哇,真是每次通筋就吃一片蓝色的这种小药药 吃一片之后你等个20分钟它就见效了 非常非常有用 不行,我现在太疼 为什么在这坐一会儿等那个药效开始有作用之后才开始走 不然我肚子真的是太痛了 走起来好痛苦 为什么女人要遭这种罪啊 痛情简直就不是人类应该承担的痛啊 太难受了 我在这条路上还是发现一个让人不是特别满意的现象 就是你看啊,大家这点休息 完了之后 什么果皮,鸡蛋壳,烟头,上上厕所纸 全人这就走了 怎么想的呀 哎,大家记住啊,就在户外 住这种也算是户外的环境吧 你不管你产生的什么垃圾你都要带走 包括你上完厕所的纸 你这样站在外面你看看 好看吗 这样好看吗 药效来了 一下回血了 不痛啊 继续走嘞 在法国的姑娘们都可以去看妇科医生 让她们给你开这种止痛药 什么意思我忘记了 但是妇科医生都知道 你就跟她说是蓝色的小药片 她们就知道了 而且这个是一包包,不要钱的 免费,随便开 不会上瘾,也不会让你更痛 满血复活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浑身轻松 痛经是什么啊,不知道 大家这天滑的 太痛,太痛苦了 真是太痛苦了 好久了 也不错 太痛苦了 真的 这么高了 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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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让人有点绝望 这种人太糟糕了 看 这个房子就在后面 我就感觉他这怎么走了半个多小时了 他还是在那那么远呢 我都要不行了 海马 总算是走到这个 Villana 哦这个小破地 这个是我了 哦 Presa Caliente Presa Caliente Presa Caliente 我说水瓶怎么样 水瓶店才开始的 嗯 不想走 找个地方住吧 Hola Buenos Aires 有哪里有哪里有哪里 没有 没有 有哪里有哪里 有哪里有哪里 Hola Buenos Aires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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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酒店 我会去个三星酒店呢 我是哪里有哪里 有哪里有哪里有哪里 刚好 这里有哪里有哪里 里面有哪里 不是 今天晚上正在睡 痛苦了嘛 不想睡痛苦了 让我睡个好觉 不怕涮躲 你准备了你的朋友吗 好 怎么样 很好 走了小半圈也没找到住宿 看到人睡的人之后 我干脆决定坐下来跟大家喝一杯唠唠客 休息休息 大不了再走到下一个小镇嘛 啊对 我情愿被煞成人干 也不想在水桶铺了 我们在做的 对 好 好 闲聊中午问大家 为什么会来做超胜之路 他们说 我六十六年了 我变成熟了 六十五年了 六十五年了 我变成熟了 我给我的年载了 我变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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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年了 我通过一半个月 我住在海派沙丹 在美末 然后半个月 我住在海派沙丹 我们通过一半个月 我们一般去到 Alaska 去去逛逛 去逛逛 去逛逛 但是我们住在外面 逛逛逛逛逛逛 那是我的超胜之路 我变成熟了 我变成熟了 很不良 很不想说 我变成熟了 我变成熟了 当时我变成熟了 做足备的 靠近十二年了 看到人们 从小步 走得越来 我变成熟了 好的 我们将都会死亡 那天 我变成熟了 我需要做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一直都在做一件事 所以,这个是一件最好的一件事 每天都可以做的一件事 因为这一件事给你一种自由的感觉 我不认为我曾经经过来的感觉 自由的感觉,去跟别人聊天 你只能感觉完全自由的感觉 我只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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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checklists and being can being like always connected to my email and to work and so I'm just kind of looking forward to reflecting and and thinking more about being present in my day-to-day life So far,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coming? I love it. It's beautiful and I've loved getting to just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and different places 对很多人来说,朝鲜之物最大魅力所在并不是沿途的风景,人文,一货美事,而是在这一路上所遇到的人。 大家来自天南地北,说着不同的语言,从陌生到熟悉,从相识到相知,慢慢地生出了一种如同家人般的融洽气氛。 正是他们把这条原本普通的路,深深地烙进了许多人一辈子的回忆中。 好,刚刚就想着就坐了,跟大家聊了天啊,没想到一坐就是一个半小时,现在很快就过去了。 我现在快去找个酒店的房间,希望他还有我住的,我今天晚上是不想睡同步的,不要跟我睡同步。 我现在已经喝醉了,我就喝了两杯,他们请我喝的都很nice。 刚一个这边的大爷让我过来这里看看,他说可能会有助的。 啊,喂! 就是这个人的一家里,是一个室室。 是很困难的。 不是,很高,其实你会在这里,很高。 好, unpack。 我说过,是这样子,是就很高了。 是什么时候,我听现在的语言。 在语言,叫做幻想的语言.... 是很高,非常高。 如果是幻想的口庭,很高。 我们说,我们是许多联盈千真不懂想去讲语言。 我们今天住的就是这么小小小小的一间房 小小的一间房 但是它是有private bathroom 这个有自己独立的厕所 肯定浴室啊 你们猜这个多少钱啊 我现在7点45了 赶紧出去吃个饭 已经连续三天晚上 每天晚上都是差不多5点之前 下一场大暴雨 一下子凉了不少 所以得穿外套 我好困 音乐 有音乐声 而且看起来 我看一下现场周围在哪里啊 这些挑战者的 menu好便宜 15 有个前菜 煮菜 甜点 然后酒随便喝 淀淀淀加 这个好像是他们这儿的市政府庇护所 我发现这一路上所有的公立庇护所啊 都是在黄金地段 比如说这个你看 它就是贴着一个好像有个几百年历史的修道院 后面呢是一片观景台 非常的漂亮 现在9点半啊 太阳已经露我下了山了 可以看到 我后面那片天空已经整个都变着粉红色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meme 完éd 又能答路 一个是 一 二 二 倫 一 走 二